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啊 中国的海权基本已经建成最新的消息 中国与埃及签订了一个联合声明 从这个联合声明里边的内容来看 如果单纯只跟大家聊中国的海权已经建成如何如何 某种程度来说啊格局有点小了 那中国与埃及的这个联合声明又能够给大家看到什么呢 为什么跟大家讲中国的海权都建成了欧亚的海上贸易 中国渐渐已经控制了起来 它格局还小了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这一期视频啊 不仅要跟大家聊中国与埃及的联合声明 还要跟大家聊聊台湾的新闻 本来今天这一期视频啊 是准备要跟大家聊台湾新闻的结果呢 看一看台湾今天发生的事情啊 无论笑话呢就是笑话呀 真在适合 聊到台湾的新闻 就总而言之把主打一个斗啊 给大家 所以说呢 觉得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啊 还不如聊一聊中国与埃及的联合声明 其实能够让大家看到东西更多啊 所以说呢 临时决定啊 这一期啊 主要跟大家聊这个中国与埃及的这个联合声明 然后呢 再跟大家聊点啊 比较逗的啊 台湾 我觉得才才能够让大家有点对比啊 有了这个对比之后 大家也就知道这个世界未来 将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那咱们啊 现在接下来就主要跟大家聊啊 这个关于啊 中国与埃及的这个联合声明 为何我刚才跟大家讲 中国的这个海权基本上啊 已经建设完成 中国的这个海权主要的体现在啊 这个亚欧一体化 也就是最近啊 老跟大家聊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吧 就是说啊 亚国亚洲与欧洲绑定在一起 美国人滚出亚欧的亚欧大陆啊 然后的话 这个亚中国的这个海权呢 关于啊 这个亚欧一体化主要的体现的点 海权体现的点 就在于这个亚欧之间的海上航运贸易 然后的话 谁控制了这一条航线 谁就对于亚洲欧洲乃至于世界的 这个海上的贸易 就具有极大的一个发言权 因为大家可以观察呀 你不说别的国家 就说中国一个国家吧 这个世界的海港 前20名中国占十好几个 对不对 然后突然谁控制了中国 谁就控制了这个海上贸易啊 大量的这些重要的港口 对不对 按照常理来说都是如此 那谁控制中国呢 中国控制了中国 对不对 怎么这么中国在海上的贸易上 本来就有了很大的一个发言权 但是呢 如果说中国欧接下来 如果能够继续的影响亚欧之间的海上贸易的话 那美国的位置那就要非常的尴尬了 这个东西啊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这个美国自己不争气 你赖不得别人呢 然后的话 这个亚欧之间的这个海上航运贸易啊 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啊 归根结底啊 那就是啊 呃从东边啊 往西咱们来说啊 从日本和韩国一路向南过台湾海峡 再向南到南海 再过马六甲海峡 再奔西到红海 进苏伊士运河 然后再到地中海 亚欧海上的航运的贸易 就是这样的一条线 可是呢 大家看一看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啊 这个世界上啊 最近啊 这这几年的这个热点事件 全部围绕着这个海上的 这一条海上的这个贸易线 你看台湾问题 事多不多 对不对 美国动不动 就是台湾这台湾那 没完没了的 台湾台湾台湾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发生事情吗 就台湾发生事情吗 当然不是啊 对不对 台湾这个点啊 这个事情非常多 南海 哎 事情也非常的多 对不对 东南亚这个事情呢 然后美国最近这些年 一直在想要拉拢 这个东南亚 但事情也非常的多 对 南海 东南亚 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呀 马来西亚呀 对不对 都讲过很多回 也表过很多回 泰 怎么认识吧 你各位就会慢慢发现 就前些年 国际事务上的一些 热点地区啊 他 他总是在围绕着 亚欧之间的这一条航线 对不对 这个亚洲的就是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 东南亚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可是呢 最近这两年 大家也发现了 哎 中东这边也闹了起来 对不对 红海呀 包含啊 这个这个 以色列呀 这个中东的这个矛盾 又起来了 中东的这个巴仪冲突啊 现在又打的啊 那么的一个热闹 对不对 怎么认识吧 大家没发现没 哎 怎么这个世界上热点的地区 全跟这条航线相关的 当然有些同学可能会说啊 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热点的世界 还有一个俄乌的冲突 俄乌的冲突跟这个世界啊 这个关系就没那么大 对不对 首先俄乌的冲突 大家也可以感觉得到 美国人渐渐的想要抛弃乌克兰 对不对 俄乌冲突相关的新闻 在这个国际新闻里面 渐渐的也啊 没有成为那个重点了 而且呢 俄乌冲突 它其实跟欧亚一体化 它其实也相关 为什么呢 一带一路啊 路上的一带一路啊 对不对 俄乌这边 俄罗斯乌克兰这边 卡住了 对不对 从这个亚洲进欧洲 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些点嘛 所以说呢 俄乌冲突打起来 跟路上的一带路又相关 但是的话 整体而言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最近这些年的热点 全跟欧亚一体化 它相关 对不对 发生热点的事件 打得跟热窑的一样的 一些地区啊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外 影响的就是亚欧一体化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台湾 然后南海 然后的话中东 然后咱们看一看啊 这个 这个虽然说啊 这个亚欧的海上贸易啊 这几个点 然后打得跟热窑一样 然后问题非常的一个多 但是有问题啊 咱们就解决问题 谁有能力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谁就是那个有能力的嘛 对不对 谁就是那个大哥嘛 然后咱们就从啊 这个台湾这个问题来说啊 台湾这个问题 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折腾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相信啊 游牧共独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执法权 谁拿了回来 对不对 不仅是台湾海峡 大家得知道啊 台湾海峡所谓的这个黄金水道啊 不仅仅是啊 这个台湾海峡 台湾岛的这个东侧 从南向北 从北向南的这一条航线 它也是黄金水道的一部分 因为啊 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东侧啊 台湾岛的东侧吧 让这边的水呢 还算是啊 比较平稳啊 比较平稳 所以说呢 黄金水道不仅是啊 台湾海峡 台湾岛的东侧也是 大家看一看新闻 台湾岛的东侧是不是出现了这个大陆的海景船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对不对 台湾海峡这一块控制住啊 咱们且不说啊 台湾问题 就说台湾海峡控制住 哎 这个点 现在台湾岛想折腾折腾的起来吗 美国想折腾 折腾的起来吗 谁是越来越紧密的控制住了台湾海峡 那就是大陆嘛 最近这些年 再往南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 因为菲律宾搞事情 对不对 很多同学啊 忧心的忡忡 啊 菲律宾如何如何了 这个国家跟中国顶了 对不对 让跟中国顶的顶来顶去啊 顶的啊 真的好难受啊 这个国家太可气了 打死他啊 对不对 但是啊 我必须要提醒各位一句啊 大家真的可以观察一下 你看一看菲律宾越折腾 这个中国的海景船控制南海 控制的就越紧密 对不对 而且控制的啊 越啊 越来越 那个那个稳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中国的海景船越来越多呀 在南海 菲律宾越折腾 中国往南海派海景船 派的就越多 啊 派的这个海景船越多 让南海控制起来 那不就越轻松吗 所以说呢 南海这边有什么事啊 菲律宾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能打一仗吗 菲律宾有什么能力 跟中国打仗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打仗打不了 你折腾 折腾在一定的范围里 范围内折腾 啊 只要没有发生啊 极其恶性的这种冲突 基本上 某种角度上来说 对于海景船 中国的海景船 控制南海 大家觉得是好事 还是坏事呢 这才是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然后呢 南海这边 还不仅是啊 菲律宾一个的一个问题啊 刚才跟大家讲了 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 两个重要国家 一个是新加坡 另外一个啊 那就是啊 这个马来西亚 咱们先讲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最近这个态度啊 非常的有意思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马来西亚的这个 不管是县总理啊 阿瓦尔安华 还有前总理 马哈蒂啊 最近啊 真的是说的硬话 那叫一个非常的多 对不对 县总理阿瓦尔安华 人家啊 这个直接啊 这个直接啊 公开场合在那讲 哎呀 这个美国老拉我们 拉我们 对不对 我们马来西亚 这个不想选变啊 不想选变 对不对 不想选变 然后呢 我们就想怎样呢 我们就 就想就是说啊 这个跟中国也做生意 跟跟这个啊 美国也做生意吗 挺好挺好 对不对 啊 美国老跟我们施压 然后我们特别不舒服 这个马哈蒂呢 马来西亚的前总理 说出来的话 跟这个阿瓦尔华也差不多 但是更狠 为什么呢 哎呀 我们马来西亚 想要跟美国和中国 都做生意啊 都做生意 但是的话呢 美国你不要老是拉着啊 这我们这些国家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议题上啊 什么跟中国对抗 在那个议题上 跟中国对抗 对不对 我们都想做生意 这话讲的 大家听起来可能是持平 但是这都是一帮老政客 尤其是马哈蒂尔 多大年纪了 大家去看一看 真正的老政客 人家讲话 那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之前就跟大家解释过 对不对 你要是美国人 你能恨死这种人 为什么呢 中美博弈 你是中国人 一个不字 你都不说 中国坏 这你是一个字 你都不提 对不对 你就说我美国不好 我美国拉你了 对不对 我美国是坏人了呗 你在 你中国 你不说啊 这个你就说我美国 说我美国 说我美国不好 说我美国坏之后 你还在那舔着脸说 跟我美国做生意 你是真的是 一点亏都不吃啊 马来西亚 既要赚美国的钱 又要骂着我美国 我美国什么玩意儿啊 我美国什么东西 对不对 在你马来西亚眼里面 我美国做什么了 又要拿我的钱 赚我的钱 又要骂着我 那中美博弈 你骂两句中国呀 你想赚我美国的钱 可以啊 你骂中国 你怎么不骂呀 对不对 特别的逗啊 对于马来西亚 现在这个态度 大家看明白了吗 看似啊 我们说的都是啊 中立 我们中立 我们不选边 但是本质呢 本质呢 对不对 我相信啊 这个大家能够想明白 本质到底怎么回事 新加坡呢 新加坡更有意思啊 对不对 新加坡啊 现在的总理啊 黄勋才 那咱们就不 且不说李显龙了 就说县总理 黄勋才 最近对英国人叫板 对那个英国的 那个那个 金融时报啊 还是谁啊 经济学人啊 对英国的经济学人 在那叫板 对不对 你们西方啊 你们这个种族啊 对不对 你们的这个制度啊 都是有问题的 特别的逗啊 新加坡的这个前外长 昨天跟大家聊了 杨荣文啊 对不对 人家也是啊 最近啊 对着这个美国啊 真的是啊 说了非常非常非常重的一些话啊 总而言之吧 那就是你美国闭关锁国呀 你越来越保守 你不成事了 美国你知道吗 那话都基本上 跟你预测时间了 这个可能啊 这个这个 我讲这个话 美国衰落 可能不是几十年 五年 这是新加坡的前外长啊 新加坡的现任的部长 应该是啊 内政部部长吧 然后的话 前一段时间 也是对着美国人叫板 新加坡这个国家 原来是美国的东南亚 重要的盟友 能够买F35的国家 你想跟美国的关系 能差吗 天天对着美国人 说怪话 天天说天天说 前任的外交部长说 对不对 然后现任的总理说 然后呢 现任的部长说 你有完没完 你是美国的盟友吗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咱们就会慢慢的 看见这种态势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 有意思啊 然后的话 新加坡是如此 马来西亚是如此 那马六甲海峡 那就不要说了 对不对 跟中国的关系 到底如何 台湾这边 实质拿下来 台湾海峡黄金水稻 南海这边 菲律宾越折腾 中国控制的越紧 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态度 咱们讲完了 这边本来是中国 对不对 自己的一个事情 按理来说 亚欧 亚欧的海上贸易 亚欧海上贸易 中国控制亚洲这边 还可以了 对不对 结果走到今天 结果走到今天 埃及人来了 埃及控制的 苏伊士运河呀 对不对 原来那都是啊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 那中东地区 那是美国人的禁乱 对不对 中国哪能伸手啊 凭什么伸手啊 谁让你中国人伸手了 把手做回去 对不对 都应该是这种态度 但是呢 你看看现在 埃及人来了 这一回是怎么回事 中阿德论坛 本来是部长级的会议 结果呢 阿拉伯 北非 来了四个国家的领导人 一个国王 三个总统 全来中国 这本来是部长级别的会谈 我如果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你这是没事 你直接就说国事访问就得了 对不对 什么四个国家来中国访问了 联合访问 你非得就着什么中阿德论坛来 那真的是 有点 真的一个部长级别的会议 你来什么国王啊 你来什么总统啊 全来了 然后的话 这四个国家都非常的有意思啊 巴林 埃及 突尼斯 阿联酋 这几个国家原来都是 美国真的是啊 实质控制的国家 突尼斯和埃及 都是美国的颜色革命之后 重新建立起来的政府 跟美国是直接关系 颜色革命嘛 大家也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颜色革命没鸟用 真没鸟用 对不对 然后你以为你扶植起来的 人家就爱你啊 你弱了 人家也得求活 突尼斯 埃及 人家也得求活 对不对 你弱了 我还抱着你的腿 你以为你扶植起来 人家就是你养的狗 对不对 狗没东西吃 也得自己找吃下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啊 是一成不变的 美国自己颜色革命 扶植起来的政府 全叛变了 你看一看伊拉克 伊拉克那是美国人派着兵啊 打走了这个 打走了这个萨达姆啊 对不对 整整把这个萨达姆政府 全推翻了 新建立起来的伊拉克政府啊 伊拉克政府 现在的伊拉克政府 什么样啊 零空 零土 属于我伊拉克政府 美国人走 对不对 都是这样 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啊 看去台湾 看去日本 看去韩国 还有任何疑问吗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你就看一看这四个国家 这个这个 巴林 那这 铁道不能行 跟美国铁道不能行 看一看巴林的国王 那人家还有另外一个称号 跟英国都是直接相关的 结果走到今天来中国了 对不对 哎呀 这个啊 这个阿联酋就不说了 对不对 突尼斯啊 这个埃及 咱们就说埃及就得了 对不对 然后埃及的跟中国这个联合声明 为什么跟大家讲 这是代表着中国的海权 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上来就是一句啊 非常硬的话呀 跟大家简短的读一下 这里边的重点啊 这个提到啊 联合声明里面提到啊 这个双方加强啊 这个金融合作 持续签本币互换协议 埃及成功在华发行熊 熊猫战 对不对 首先大家听到了什么呢 啊 续签本币互换协议 中国跟埃及本币互换 那互换这个事还小 这个小事小事啊 大家别在意啊 对不对 使用本币来交易 小事啊 小事 人民币国际化 小事啊 然后埃及成功在华 发行熊猫战 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 中国是埃及人的账主子了 对不对 埃及人欠中国人钱了 你在中国发债吗 中国人买你的债 你不欠中国人的钱吗 埃及如果欠中国人的钱 那中国对于埃及的某些政策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发言权 对不对 埃及这个国家最值钱的 就是苏伊士变合 大家明白了吗 上来一句话 就把重点讲出来了 然后呢 还讲到什么呢 在国际啊 经济舞台上增进协调 其中包括埃及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并举办该行2023年的年会 2023年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 2024年成为金砖机制成员 对不对 一个北非国家跟你聊亚洲 天天聊亚洲 大家没觉得特别逗吗 我都觉得逗 对不对 然后还提到什么呢 要这个努力啊 扩大中国在埃及产业的投资 中国要去埃及投资了 什么电动汽车制造啊 电子设备啊 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啊 化学工业啊 建筑材料 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等领域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扶贫 大家一定知道这是个纯扶贫 而且不仅是扶贫 不仅是扶贫 埃及位置太重要 苏伊苏运河嘛 连接对不对 亚欧连接非洲和欧洲 就这样的一个位置 埃及的位置重不重要 如果在埃及有什么太阳能啊 产业 什么电子设备啊 是电动汽车产业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想 在埃及生产的这些商品 卖的欧洲也 满欧洲都是 卖的这个非洲 哪哪哪都是 真的想都不敢想 中国要去埃及投资 投资这些 对不对 敞开了头啊 而且还提到要 要推动啊 双边的贸易更加的平衡 说实话 中国跟埃及推什么 贸易平衡太难了 为什么呢 埃及的实力在那摆着 对不对 但是呢 还是得提到啊 要允许啊 更多埃及优质的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 埃及有什么优质产品 慢慢来 反正买点什么 埃及的农产品吧 可能就是未来 然后最后一句 探讨 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结算 这个本币贸易结算啊 还没有真正的推行 探讨已经开始了 中国跟埃及 接下来就是本币贸易结算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 讲什么本币啊 这个互换协议啊 这个东西不是重点 这还有呢 所以说呢 埃及欧 现在的这个政府 是美国人扶植起来的 美国的严所革命之后 扶植起来的 扶植起来之后 跟中国玩 本币啊 跟中国玩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让中国人当埃及人的仗主子 你不开玩笑吗 对不对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 你们有些国家自己不争气啊 你赖不得别人 自己弱了 你赖不得别人 你自己不努力 赖不得别人 你别怪别人发展的快 好吗 然后提到什么呢 两国元首强调啊 双方应坚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啊 照次照顾彼此关切 支持彼此的反恐努力 中方强调 将继续支持哀方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外部势力 以任何的名义干涉其内政的正当权利 支持哀方在面临挑战时 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的正当权利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是政治外交上的同盟 就这一句话啊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政治 政治外交上的同盟 就是埃及的利益 我中国啊 也得帮你维护 什么意思 埃及的敌人是谁 埃及的敌人是谁 大家想一想 美国嘛 谁能够影响埃及的这个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谁能够影响埃及的这个国家的内政呢 除了美国还有谁 对不对 美国毕竟嘛 颜色革命的 这个颜色革命小能手 对不对 想要啊 干涉这个埃及这个国家的内政 埃及如果不愿意的话 中国帮你出头 这是政治外交的盟友的一句话 那未来接下来就是安全 因为他提到了反恐 反恐必然要提到安全军事上的领域啊 然后呢 最后啊 最后啊 第13条 一共14条啊 中埃的这个联合声明 总共14条 第13条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 应恪守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 反对双重标准和单边的行径 应致力于改革国际机构 使其更加的公平啊 使发展中国家更具代表性 更有效的应对全球的挑战 对不对 然后就讲到这吧 后面就不跟大家再详细的聊了 就这一句话 对不对 呃 最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什么意思啊 埃及按照常理而言 原来也是啊 美国的盟友国 美国的语意之下保护的一个国家 就县政府嘛 埃及县政府 但是呢 按照这个道理来说 就美国的小盟友国嘛 按照这个美国的小盟友国来说 美国的小盟友应该高喊一句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对不对 基于美式规则的国际秩序 维护啊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结果呢 美国的小盟友现在说的是 恪守联合国宪章 也就是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 背叛美国 这都不藏着 不遮着 不盖着 不掩着了 所以说呢 大家看到这个世界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刚才跟大家讲了 中国的海权 对不对 埃及 中国在埃及的影响力变强 亚欧的海上贸易这条航线 全跟中国有关 从台湾海峡 马六甲海峡 南海 然后再到苏伊士运河 全跟中国有关 亚欧海上贸易 中国拿定了 美国人呢 哪凉快哪待着去 你怪不得别人 自己的禁卵 都跟中国 都跟中国相关的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 那咱们简单再说 对不对 这个是亚欧的一体化 然后的话 这个亚欧发生的大事 法国 德国 联合声明 欧洲最大的两个国家 联合声明 马克龙说了 我们要尽量的避免 进入依赖美国的这个陷阱 依赖美国成陷阱了 我要是美国人 我真的是要弄了 这个马克龙 这是马克龙与德国 联合声明 马克龙公开讲的话 欧洲未来何去何从呢 对不对 这是欧洲 亚欧的另外一头 亚洲 最东头 中日韩 三国联合声明 中间 最中间的啊 这个位置 中东地区 对不对 这个埃及 阿联酋 突尼斯 巴林 来中国 这四个国家是在中东和北非 跟美国关系最近的四个国家 全来中国 埃及跟中国签这种联合声明 本币结算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怎么不喊上一句啊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呢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的格局 已经定了 你美国怎么逆转 美国恨不恨中国恨 但是你有什么能力来逆转 这个 这些事情的发生啊 你哪儿你都解决不了 哪个问题你都解决不了 俄乌的冲突 美国解决得了吗 巴以的冲突 美国解决得了吗 对不对 以色列都不听美国的现在 所以说呢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 大家看到了吗 那中国 到底是怎么样向上走的 大家看得见了吧 讲完啊 这个中国与埃及的 这个联合声明 刚才跟大家讲了 咱们得聊两句啊 这个台湾的新闻啊 台湾的新闻 跟这些新闻对比起来 没有多大的一个意义 那主打一个斗你玩 你知道吗 真的是主打斗你玩 简单给大家读一下啊 这个对岸团客啊 来台啊 今年仍然挂领啊 行政院判中国释出善意 这是台湾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啊 台湾的行政院 也就是啊 这个赖兴德的新政府啊 新的这个行政院的 这个院长 林家龙还是谁啊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吧 这对着 这个卓荣泰啊 卓荣泰啊 不是林家龙 然后的话 这个对着中国喊话 那这个 你要事出善意 对不对 你游客应该来我台湾 想站着把钱挣了 你老挤啊 真的是 你老挤啊 你就耿着脖子 你喊破 喊破你的喉咙 这凭什么给你开放路客呀 就在这 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几年几两 你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吗 你看一看这个世界好吗 刚才跟大家讲的中日韩联合声明 看一看法国 德国的联合声明 你看一看中国与埃及的联合声明 看一看什么叫摇一体化 看一看什么叫海权 看一看什么叫海上的航运贸易线 跟台湾也相关 台湾海峡 对不对 看一看睁开眼 在那一张嘴 中国应该释出善意 善意 你知道吗 真的是 你对着大陆喊中国 真的是有出息啊 这还只是啊 这一个啊 这个林家龙啊 这来了 台湾的新任的 这个所谓这个委外长 对不对 这个赖兴德政府的这个委外长 林家龙啊 人家也来了 人家说了 现在啊 这有的国家 想跟台湾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了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那就是啊 跟中国 这分庭抗离 对不对 很多的国家想要跟我台湾发展关系 不想跟中国发展关系 硬不硬 硬不硬 同学们 你知道自己几几凉吗 对不对 是有多少圈眼的国家 想不通 想不明白 然后人家林家龙还说呢 啊 我们不想发展这些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金钱外交之啊 之一律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啊 不想花钱买这些所谓的邦交国 你看看多硬啊 他以为他是一个招人招人爱的一个小可爱 就对于自己的认识完全是不清楚的一种状态 再对比刚才跟大家聊的钟爱的联合的声明 好好的看一看行吗 看一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都睁开眼看一看吧 这都是新鲜发生的新闻 那未来会怎样呢 慢慢看呗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